各位企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嘉鴻的自然解說 那今天這番集是在野狐的對局 然後我是拿白的 一開始呢 雙方下這種四個星位 然後是對角的開局 這時他大概就掛角或者點角吧 喔他掛一個 那我呢 採取一個點33 他擋我就爬 然後長 長 長的話我之前也一直說過 有爬跳跟小飛三種走法 這番棋我來走個跳好了 跳的話他有貼或者 他只有貼一手棋 直接衝斷的話 喔這樣子下那就等於還原了 還原成 黑棋搬了連班 然後去吃角的那個定時 這樣等於還原了 不過這個吃角我是聽說局部來 我來說是黑棋稍虧的 就是吃角那一方是稍微虧一點 不過其實我是覺得差別很小啦 然後這時候白棋 這個貼棋其實是蠻大的 貼完下一個斑蠻舒服 然後下邊的話能夠靠這個後勢能夠有所發展 接下來呢 看他要不要走個雙飛燕 喔馬上就來了 那這樣的話我就靠一邊吧 他基本上會斑 那我就長起 這時候他可能是拖比較多吧 拖的話 這起現在挖沾已經沒有了 這起現在挖沾已經沒有了 只剩下斑或者斷外面兩種走法 斑他沾我沾 然後他在小間之類的 今天我採取斷外面的下法好了 反正這起增子我有力 他這時候應該會沾住 然後我就斑一個 他這時候渡過我再把這個拔掉 這腳雖然黑棋看起來撈得蠻舒服的 但是白棋將來往這邊一段的話會有一些利用 那接下來就看黑棋怎麼去 繼續下 有可能會來限制一下我這邊發展 第一個腳 第一個腳也是好點 不然我掛過來的話 上面應該白棋能夠有所發展 如果這一塊棋效率不夠高的話 那其實黑棋這邊局部應該是還不錯 這半棋走到這邊看起來是一個黑棋局角控 然後白棋局外視這樣一個進行 那這邊我走一個二五千分好了 這時候他應該會靠住 病的話好像 近年來有被淘汰的感覺 從AI之後好像就比較少人在用這個病 這個病 基本上都是搭住 那當然尖一個也可以 那尖一個這個白棋要注意 應該是只有往裡面藏一手棋 局部如果說退出來或者搬的話 都是已經虧了 所以說只有藏進去 那時候看到要搬還是跳一個 那如果說搬 他跳 跳了我就往裡面打 這樣子的話變成 這個腳就變成我取腳控 然後他取外視 這樣子 可能黑棋覺得如果再繼續撈空的話 他覺得不夠均衡 所以 這時候該走一個外視 這棋他撞住那我就單立 接下來他應該要虎一個 不虎的話這個棋被我挖沾的話 黑棋這個外視變薄 而且白棋的腳呢 會變比較舒服 這棋如果說他虎下來的話 將來這邊二二點入 其實是還有一些棋的 就是說他虎如果我把這下擠掉的話 那他點這個就變成白棋有力的寬 好像是寬一氣節吧 緩一氣節 但是白棋有力的那一種 那如果說我不擠掉的話 他點進來我可以直接頂住 這樣子 好像是近火 好像是近火 所以說白棋 如果說他把這個虎掉的話 白棋這一下千萬不要 冒然把他擠掉 結果他這邊不虎 那我就把他挖沾掉 這一下我是覺得有差 我覺得差蠻多 這個走完黑棋會薄一點 這個外視會薄一點 而且白棋就沒有什麼二二點入那些東西 那我這挖沾他也不太可能說不硬吧 這個被斷上去還是太大 這他用飛補的 飛補的感覺 形狀好像差一點 我是覺得應該單年比較好 飛補這種東西通常是你 可能是清削別人的空 你去清削別人的時候 你飛補一個形狀比較清零 但這邊我是覺得不需要 可能沾一個更厚 但是當然差別其實都很小 其實也還好 雖然一些小小的問題 那他這時候點角 這當然也很普通 我們就也是一樣擺個定時 擺個定時 他斑年吧 這其實出了斑年 他小飛一個也是可以考慮的 就是一些AI的手法 他這時候真的用小飛的 被我一語成稱 那下一步他其實飛起來蠻大 不過他這邊算是有點鏽孔 但他這個飛騎還是大 因為如果飛騎的話 這邊下一步他甚至可以動出來 其實我一直覺得這邊單飛會比斑年還要來的好 因為斑年完了白騎一爬 這顆紙等於沒有活動力了 他單飛的話現在這顆紙 其實白騎還有點忌憚 怕黑騎會想要溜出來什麼的 我這邊不知道尖一下是不是好奇 其實我也是第一次遇到人家走這個小飛 我還在想 這邊要不要把它尖掉 這邊尖他會斑 應該會斑 好吧尖掉好了 不知道好不好 如果不尖的話怕他飛起來 感覺蠻大的一步棋 那尖不管說他搬還是退的話 我都可以來這邊斑年 不過他不知道有沒有可能抓準這個時機 跑去立刻斑年 好像也是可以 不過他立刻斑年我就爬嘛 他這邊還是要補 然後我再虎過去 應該也還好 這些小問題 他這時候擠上來應該也可以 不過我還是一樣就斑年了 他這時候也在考慮 他最後是用斑的 用斑的那我就 那我就要來斑這個 斑這個還是虎這個 虎跟他長交換 好像也不一定好 搞不清了 不過斑角他有可能順勢直接藏出 這場數好像還是大 我還是把他虎過去 那虎的話他現在一定是單退 打掉的話也不便宜 不過其實也沒差 你打不打 反正我這個都是幾乎是決心 那反正就 看要打掉還是單場 那最後是單場 這樣子的話我這邊應該是比較不怕他動出 他如果要尖我就震他頭 而且我這邊這一顆有決心 所以說等於說我這邊算很厚 他今天我就震他頭 他貼我退 他跑出去沒意思啊 這個旗他溜出去沒意義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這個後續白旗要怎麼下 這旗我現在真的是沒什麼空 只有下面有一塊模樣 但是怎麼擴張 其實對這種沒有空的旗 我是有點沒把握的 想先搬他一下 搬他應該會跳吧 對這種沒空的旗 好像 把握性不是很高 看我跳的話我看要不要下面張一個 因為在一部我如果被他尖衝過來 抓不到他的話應該會蠻不爽的 看要跳這個或跳這個吧 最後是跳在四路 那這樣我就下面圍一下好了 再不圍被他尖衝過來就是就哭了 不過這個旗說真的好像也圍不到 圍不到太多東西 他就上面掉一下然後再下面板 好像白旗也是萎縮的蠻厲害的 這旗好像黑旗的布局蠻成功的感覺上 我這邊空好像還是送的太多 空送的有點多 當然後面是還有利用沒錯 這被拐 有點不舒服 不過我可以搬 因為我這邊 就一直在講了這個團有絕限 不完全絕限 但是 他應該不會說脫線 我團的時候他不太會脫線 我就直接交換掉好了 直接交換掉然後他打吃我沾 然後再去連斑他 這時候他應該會打吧 木術還是太重要 那這個我就把他連斑掉了 這樣他這邊其實頭有點軟 他不太敢造次 我覺得他這邊拐的話其實 好像效果不是很好 這樣反而被我圍的有點大 感覺上 這樣好像被白旗圍的有點舒服 然後他自己這裡還是修空 所以他這邊拐一排他其實 意思不大 因為他自己這裡 我將來一夾他都漏的 夾了衝然後我還可以再夾 這邊其實還漏的 不過夾的話好像不一定好 因為他這邊沾也有一個先手 不過只要我他搬我可以管 那好像還好 我我可以夾得動 他再貼上來 我要不要繼續推啊 下次騎感覺 有點心情膽戰了 雖然說都圍起來了 但是圍起來夠不夠是一個問題 因為他旁邊其實 無形中也獲得很多東西 圍模一樣就是這樣啊 有時候人家在清削你的過程 他自己也長了很多空 所以說 這種實控拿捏呢 是很困難的 這等下夾一個特別大 因為他這個擋下 本身也可以乘大概10多目 這一夾應該也有接近20目的夾期 還是必須走 哇他這起連班 連班 滿討厭的 直接立掉 我站在這兒是有個先手 但是他可以虎在這邊補 滿令人討厭的 突然覺得擺起這裡 圍起來好像不夠大 先沾掉好了 但這樣他左邊也有做的特別大 這樣我 我可能圍起來不夠 這空不到夠不夠用 他現在也有可能敲過來 變互破 也是有可能 他最後沒有那樣選擇 那我就繼續連班 這樣左邊他自己也尾很大 我看 等一下有沒有可能搶到先手去消一個 我現在如果要補的話 我現在如果補回去的話 他肯定再尾一補 這樣我可能不夠 我一定是繼續貼的 反正我自己特別的厚 這棋能不能斷 這番棋感覺下的特別 特別像小孩子在下的 這種護尾 這邊沖斷其實他有些味道 我先斷他好了 看能不能利用這些味道來做文章 這種棋特別像小孩子下的 一人為一塊這樣子 他還不只一塊 這一塊跟這一塊 並一個 他可能還是怕這邊會有問題 這棋其實我已經沒有被爭死的危機了 所以我現在應該可以騰出手去搞他 先衝斷一個尋求利用 他這個應該是打了打住是最好 利用少一點 對 對他這樣子下次比較好 打了打吃這個 然後呢 這棋 我怎麼想 直接衝過來 直接衝過來 能不能直接丟進去 想直接丟進去 他是敢不敢包住我 看他敢不敢包住 他先藏過來 藏過來我這兩顆要補 要不要補 還是說 先把這個拉出來 不過這被吃的也是很大 吃了之後我還得回房 這個不能被吃 被吃還是太不舒服 先補個棋 他直接滾包 直接滾包那我不理你 我就先救了 不過他這個走好走完他也有好處 他這邊等於是含在嘴裡的 那這樣子他等於是已經連的巨厚 非常厚 那我這邊就先連回家再說 這裡他要硬斷的話其實我 我就下最俗最俗的方法去聯絡 比方說他凸在這的話 我就 雙尖一個 雙虎口 這是一個蠻醜的形狀 但是 有時候醜的東西也是很實用 對 實用一點沒差 實用主意 哇他這邊還想來利用我 這邊我有點不爽了 這個我想贊助了 這我已經想贊助了 有些不爽 這不能讓他利用吧 這個我我在檔邊先手提個 那這個黑旗太厚了不能接受 你衝就算了吧 我 我還可以搬住啊 也還好 暫時也還好 甚至我外面先虛一下 虛一下便不便宜 不知道應該應該不虧吧 反正這期我也斷不了他 他增子都是他的 我就先搬住這個 我剛剛這個應該是必須沾 這樣的話他這一條至少稍微薄弱一點 不過這邊是退還是檔的問題 檔的話是 檔的話是他這邊可以搬進來 搬兩下 還是退好了 木樹先撐住 這邊我等一下長的話應該是有個先手 好像不一定有 打我就站住 這邊拐回來也是蠻大 但是不一定拐的回來是一個問題 不一定拐的回來 拐的話怕他跳一個 這期不知道是什麼 這邊等一下想斷一個 問他應手 不過現在斷好像還好了 斷他就打 但應該還是有些便宜 現在他這一條應該得處理一下吧 先點我 先點我應該是雙柱 他這條總要稍微處理一個吧 處理一個吧 處理一個吧 我覺得他可以選擇打過來 唉 這個都是他的利用 沒辦法 之前形狀走得醜 這邊就改他點 這邊也可以先點 都他的 都你的都你的 沒辦法 這期限目數好像還是有點噁心 最後還是補一個 我覺得他剛剛如果搶一步在上面點過來 感覺擺起來蠻頭痛的 這邊我上面先拆好了 欸不對這邊先問他應手 他如果說怎麼吃的話 我也許能夠搶到這個班選手 這個班如果有先手的話 我就可以拆拆遠一點 就不怕有有什麼點進來 斷一個問他一下 打在這 怎麼能不能摳吃他 不一定便宜 先利嗎 利他擋 好像都不是很便宜的樣子 算了 我就先擺著 將來就可能變一個關子啊 我打 我打他體我可以衝下去 不過打他也有可能立下 也是蠻討厭的 喔他現在又衝過來 想要尋求利用 那我打他一下好了 抓準時機打他一下 其實好像也沒有什麼時機 反正就是打 將將來的話我可以衝 然後他衝這個我再爬回 就變一個一個關子 其實我現在在想有沒有可能衝一個 然後活在裡面 趕不趕 趕不趕啊 我天啊 天啊這個有點可怕 這邊啊一段 感覺也是很危險 是 搞不清楚 但想說常若就沾住的話 實在是 蠻委屈的啊 怎麼這麼說 哇靠 一時沒看清楚怎麼火 喔他最後也縮回去 還能不能再便宜一下 可以耶我感覺 再便宜他他如果我虎一下斷我 喔算了算了 沾回好了 這樣等於多衝到一下 多衝到一下應該也不虧啊 將來可以點過來很舒服 喔他現在就把這個給擋住 那我這邊也點他一下 欸這有沒有可能拐出來 不過拐被他虎在裡面 應該是兇多吉少 應該不行 這邊先揍掉好了 反正總是一個先手 這邊把他板黏掉 欸板黏掉不一定好 喔算了算了 因為本來想說他如果搬了 我可以拐 然後他衝下去我可以斷 就是說如果他這裡有一紙 我還可以不用補 但是如果板黏完他這邊有紙的話 我就得補 所以才說板黏掉不一定好 嗯 就是說剛剛如果沒有這板黏的話 他這邊有紙的話 他斑我還可以拐 衝我可以斷死他 欸衝我斷也不行 因為他拐了以後 喔那這樣子就沒差 那這樣子沒關係 那這個也打掉了 反正都不需要保留 那接下來這裡怎麼收 是要漏在哪裡 漏在這裡 漏在這裡 還是這裡 還是這裡 小飛一個好了 這起木樹怎麼樣 還算細是嗎 我好像是白棋差一些了 還是得勉力收官 啊這邊被他搶了 確實這邊 這邊其實他早就可以下了 但我剛剛有可能不知道有沒有可能來搶這個 我如果立一下他可能就要搶這邊 反正不可能兼得 這起好像是要輸一點的感覺 前面還是圍圍圍的有點太小 而且他這邊還有蠻多潛力的 這附近 感覺是不夠一些 現在我就先把這個也拉回來好了 也是一個蠻大的關子 他這邊點到這麼多 點到這一線 那可能還不一定 但我這邊好像也點蠻多的 都點過多了 然後這邊被擋的話好像還得萎縮一些 可能還是白棋不夠 應該還是白棋不夠 尤其這起還該黑的下 先問我應手 他先問我應手 先點進來 那我就撞住好了 反正他擋一個總是有先手 這擋一個其實永遠是他先手 這我沒辦法 斷石 這個斷石 那我把這個跳起來 搜搜看吧 這邊飛一飛吧 這個也是蠻大的 也不能說蠻大 反正就是 都是一些先手關嘛 就先把他收掉 這邊 接一下然後打他 也是蠻舒服的一個關子 不過不是先手 並不是決先 但是 但是也是蠻大的 等一下可以走 貼起 那我這個必須虎 不虎我要被他 好像挖進去了 他板裡 上面 這個都是他舒服關子 感覺關子都是他收的比較好 不是說 應該說都是他的權利比較多 所以說我也沒辦法 但他虎這個好像沒必要 這個 他虎虎虎了虎一下好像沒必要 應該是不需要下 這期好像還是我要不夠一些 我再走這個好了 他現在如果說不走啊被我提一下好像 不知道我們不知道有沒有東西 喔他還是硬 這樣可以 把這個拐一下好了 肯定是會硬 那 拐完我吃這個 還是藏這裡 他這邊局部輔助也很大 我這邊可以撞他一下 喔那這樣虎住就不是很大 我可以撞他一下 撞他沒法虎因為我可以打了打 他還是虎了這樣我下面不是可以溜過嗎 我下面不是就溜過了 還是說我接不歸的問題 好像因為他自己氣井所以我這邊剛好可以溜過 這樣他這裡好像有點污算了 剛剛這手是不是隨手 對因為他這邊 氣井所以 剛好被我溜過 這樣我這棋是不是就比較勝負一點 不然剛剛感覺已經明顯不夠 點過來 我這貼住剛好不要再撞一下 我覺得 拖先吧 覺得要拖先 必須拖先 這就接住 是不是還是稍微不夠 再衝 再衝就黏吧他這邊還得補 不然被我擠死 這樣的話我把他這邊目數稍微破壞一下 怎麼下 點掉好了 他什麼亂衝的話應該是不便宜 虎怪 這個不吃了 這個怎麼不吃了 不是很懂他意思他這就提又好了 他莫非他還基於我整塊起沒火 不會吧 沒必要 而且我這邊局部 兩個半眼 這樣等於一隻眼那左邊一定也有眼 局部肯定是火的那就沒問題 這邊他也不肯弄斷我 這樣他還得聯絡他剛剛就提就好了不知道沒事搞這個幹嘛 沒必要了 跳過來 先虎他一下 欸不過虎被他雙 好啦反正也沒差就是 就是一個先手力 這起線反而變得比較有勝負的樣子 剛剛我好像明顯不夠 這現在我要怎麼收會更好 把這沖掉 關子啊 關子真的特別難 靠邊要挖沾好像不好 這應該只有長 應該是用長的 那我這邊就稍微穿過來 那我這邊就稍微穿過來 如果他不硬的話我還可以充了充 這樣還可以多充一下 然後他就擋住 這樣這邊也算高一段落 接下來還有哪裡大 所以不知道哪裡比較大了 這自沾好像是有木束的 搞不清楚 衝一個好了 因為他如果不硬的話我這個衝完還有幾個先手 對對對 所以這個也算不小 還有哪裡比較大 這自沾好像是有木束的 這自沾好像是有木束的 這自沾好像有木束啊 自己沾一個 不然我立這個好了 立這個 他應該要把我這個撲掉 我剛剛這自沾等於有逆收螢幕 充這個也可以 其實怎樣 變白琴 因為我懶得點木啊 讀秒也是點不清 所以就 都看那個 都看那個形式判斷 這邊裡面味道有點臭 不過我現在當然沒辦法管 沒有美國時間去管那個東西 他現在板這個 我板這個 我應該得做一模 做這個 9 8 7 6 5 4 3 我得撐起來 不然如果不撐起來的話 他將來擠掉 連這一幕都沒有 就是說他如果擠掉這一下的 的話 他把這一下擠掉之後 這一下一沖 連這一幕都沒有 所以是蠻要命的 喔他終於來鋪 他其實早就該鋪 接下來我可以沖這個 沖這個彎這邊 這裡可以撐一幕 不過我沖的瞬間他應該就會沖掉 也是 也是沒什麼差 這個沖有兩幕 局部就已經兩幕 因為跟這一幕有關係 那這樣局部是一幕半 對 他鋪掉一下之後這邊不硬 那這樣我等一下 我等一下 局部小尖這邊 我局部一小尖他不就哭出來了 這個他 這邊他打勺啦 這是一個很要命的關子 這是一個要命的關子失誤 這局部一小尖 這邊我都不用回去補了 直接他虧了兩三幕油吧 剛剛沒打掉 局部他好像虧了 這個 三幕起 哇天啊 那這個很要命啊 但是白起這邊被打完再搬過來是不是也有點起 不管了我先把這一幕做起來 這邊白起味道真的有點臭就是了 起到底什麼東西 那我一定得硬撐啊 不撐的話我木也不夠 局部有沒有起啊 這裡邊搬過來 應該是沒起啊 這看起來不像有起的樣子 雖然說味道是真的醜 等一下有空我把這個補掉好 給他搬一下是不是預備動作是不是要初期了 來吧 看你怎麼初期我也學一下 我也學一下 他這如果不搬進來他應該是不夠了 他這起不搬進來他不夠所以我覺得他應該必須搬不管有沒有其他都要搬了 他還是不搬那這樣子我覺得他錯失最後機會 這樣我一定把他補掉吧 我覺得他這樣已經錯失機會了 這其他在沾到應該還是不夠一點點 對 而且這邊其實我等一下擠完他還得收回去一幕 這樣子可能錯失最後機會 我就先把這沖掉 這樣應該是我贏一點點 贏一點點 對 這個我利我利應該沒有問題 利他擋 利他擋局部應該是沒有起 算了不然我就收這個 算了 可不可以收這個反正局部應該是沒有起 他擋的話 小尖我可以團住嗎 利我搬 他利這個我就搬 都沒起 那我就團這個 我又擠這個 對 剛好贏一點點 他這個應該是最後失誤啊 又是沒有那個失誤他現在就贏了 他這裡又有一個小失誤 這裡還有一幕起 這裡現在是有木的 他如果現在要塞進去我打吃打吃 這邊還可以多打一下 所以這邊是有木 對方看來是 關子出現一些小小的失誤 不然這起本來我應該不夠 這起本來我應該不夠 咦 他真的有走 這樣我還可以先手把他收回去 這邊我就算等一下棄緊 好像還是不用補 對完全沒有起 這個我就把他收掉 這我已經盤二了 所以這個結都不用跟他打 結都不用跟他打 直接申請點木 運氣很好了靠關子取勝 運氣好運氣好 其實不能說靠關子取勝應該是靠他打掃我取勝 好吧最後簡單回顧一下 前面我好像這個空明顯微的有點太小 前面好像還是下的有點 太隨意 其實這個定時我配置不好因為這邊是他人嗎所以我這排後世好像發展並不理想 所以我這邊應該是要搬 半碗沾 或者說靠嗎 靠應該也可 如果走這個最普通的話這樣子 可以稍微先制一下他這邊發展 也是可以 我應該還是 可能還是這個好 這個看他要小跳還怎麼樣 實戰走這個雖然是很簡明的定時但是呢 是一排發展不好 走到這邊我就覺得白騎好像佈局不太好 不過他這個應該還是要虎雕 雖然虎雕會落後手但是 我覺得虎雕還是黑騎形狀更完整一點 他可能覺得這邊拖線更大但是我覺得還是要走 實戰來這邊就走一個小飛我覺得好像 黑騎也挺不錯 這邊都一直還普通 這邊我是不應該再硬了 這邊再硬實在是沒意思讓他左邊圍太大了 我這邊應該就要搶先進來了 比方說從這邊開始利用然後就 出來 我應該要先消他的東西因為反正他這邊再破也破不了多少了 再跳我還可以再圍 他這邊已經破不多了嘛那我當然是要搶先進來 這邊再跟著他走已經是被利用太多 雖然說白騎圍得更完整但是黑騎明顯增加更多 所以走到這邊我就覺得 不太對 讓他圍太大了 那我就趕快進來但是好像稍微微時已晚而且自己形狀走得很差 這邊各種被他點 這邊也被他虛這邊也被他虛這邊也被他虛 超痛苦然後這邊又被他衝擊幾下所以自己根本就也沒有位多大 走到這邊其實白騎一直是稍微不太夠的這樣一個盤面 但是很可惜的是他關子 虧了虧了一些 像是 像這裡是他第一個虧損的地方 這邊被我擠過這邊他虧一些 然後 這裡呢我點的時候他就簡單提掉也是可以了 然後偏偏會要虎過來然後這邊被我救回去 現成的就已經虧了四木起 這本身兩木加這裡一木然後 這邊本來也有一些木 然後等下被我虎過去又沒了 就像現成就已經虧了大概四木有 他也只是後手連回家而已 然後最後的一個虧損點是在這個鋪的時候他應該馬上打掉 這馬上打掉之後將來這邊我這個沾跟這裡的沾都得補 那實戰沒有打掉 反而被我一小尖之後 這裡撐離木起 那這個也不用補 這個也不用補 現成就虧了三木起 所以說這邊是黑騎嚴重的一個最後失誤 最後他就 他就不夠了 好吧那這半集就跟大家講到這邊 最後我非常感謝大家收看